大學生什麼 世欣大學校友會來啦 講到世欣也是我非常熟悉的 因為他們在景美我們在木柵 然後也常常去那邊串門子 或是有去演講過 世欣一直是台灣影視圈 很重要的人才搖籃 校友有很多很傑出的校友 李烈 我最喜歡的劉德凱 對 是嗎 扣世欣 是 因為剛好那次 我去他們校型的時候有碰到這兩位 然後聽說這個花媽陳菊市長也是 對 國修老師也是 國修 國寶級的人物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前面兩排 對不對 是世欣的同學 歡迎你們 歡迎 非世欣的學生先寫一下 你們對世欣學生有什麼樣的看法 好 好 生友 師大的生友你說小龍計畫是什麼意思 因為聽說他們就是以傳播系出名 然後他們就是有 好像有分主播龍 廣播龍跟記者龍 就是培養傳播人才這樣子 這麼厲害 這麼多龍 好像有聽說…這樣子 是 有這樣子是不是 有聽說 對 小葵解釋一下 真的有這個計畫 就是針對每個戲 然後有每一個主要的小龍 都成為小龍 譬如說還有表演龍 喔 聲音有這麼清楚 只是想把小龍女吧 還是你有跟家綺換答案版 家綺寫的是正妹多多 因為我之前就會去世欣附近吃飯 然後我去那邊附近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 路上就會很多正妹 然後包括我在吃飯的時候 可能旁邊隔壁桌是那個 世欣的同學 就會說哇賽 也太正了吧 就是就會覺得哇 吃飯也看正妹 吃飯也看正妹 還有其他同學之外 我們找來這幾位特別來賓 也都是世欣的 而且他們在校園時期 都是風雲人物 都是響蕩蕩的人物 所以我們先請他們在幕後 講一下自己在學生校時期 是什麼樣的稱號好嗎 歡迎第一位 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世欣萬人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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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不是 我覺得會變身 但是有一點抬抬的那個 那個歌怎麼會變不掉 而且我發現他的講話的節奏 一講大家就知道 只有他真的講話了 很奇怪 因為世欣萬人迷 通常我們會就聽得出來 是萬人迷 可是他是會講 世欣萬人迷 對 世欣萬人迷 聽他這個封號 大家想他可能是什麼樣的人呢 猜看看 Jet你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偶像藝人吧 什麼歌手 偶像藝人 對啊 有飛輪海的外表 對 一定要有 有無尊的人魚線 是不是 好 請問小福 你猜看看 應該是台語歌手吧 有 台語歌手 有可能 有可能是不是 一起歡迎這位偶像歌手出場了 歡迎他 就這是誰 天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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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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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封號又是剛剛在後面編的 是不是 沒有嘛 那是真的 世欣萬人迷 因為那時候只有九千人對不對 沒有…不到一萬 真的啦 真的喔 真的啊 那時候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封號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第一天 你把人魚線拿出來我們看看快點 對啊 只剩鮪魚線呢 鮪魚線 然後我到學校第一天註冊 我封城普普從嘉義的水上香 就是前陣子發生煙口案的人 好啦 好 現在都會了解 講你的故事 講到他心的事情啦 從水上香 我爸爸提著布袋裡面包棉被 然後進校園的時候 校園不是有一個隧道嗎 對 隧道的 我就邊走邊走 然後很多學長學姐迎面走過來 他們一走… 你們穿衣服是不是還怎樣 然後一回頭以後 就從他們的尾唇當中驚呼 一小聲三個字 是 我講真的你們就不信 是 世心的怪獎 今天穿的是 今天是當初從水上香 上課的一天 制服 因為人家都說 台北比較時尚嘛 所以我從水上香來台北 就不要給人家覺得我們是草包 所以我會刻意把自己弄得 雖然是制服 但是我還是搞了一些小花樣這樣 其實你只有很年輕的學生會這樣做 沒有 我那時候就流行 或是要去撈蚵仔的時候 對啊 然後這邊綁起來 然後明明是皮血就不要配上 要配上這個長筒的軍靴 好啦… 他這樣也滿是會去魚市場工作的 對啊 你這樣真的 真的怎麼辦 我們不要花太多時間 因為世心的校友紛紛轉台了 對啊 帥人名 請進入座 謝謝 歡迎… 小帥哥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二號來自我介紹一下 世心好學生楷模 八年第一名畢業 第一名畢業 有客觀的證據 就比較能夠讓人幸福了 第一名畢業 你們猜看看 她大概是什麼路線的 學… 也算學姐啦 聽得出來是女生嘛 猜看看 ERICA 她是主播類的吧 主播 對啊 聰明 聰明型 聰明 功課好對不對 湯妮 說不定是小優吧 小優之類 一名 想說是校友她有肯會來 而且她好像滿會 滿會讀片的 滿會吹捧 對 吹捧自己之類的 第一名畢業 不是主播 小優 Range很寬 對 究竟是誰呢 我們請歡迎她 歡迎 哈囉 鳳姐好 她真的以為我是國光方的 其實我也是世心方的 可是 總是那麼嚇到 就很嚇到 是 所以這也是當年的制服 對不對 然後這是學號嗎 對 這個是我的學號 這樣就知道我是什麼時候進去的 那你是 你九五 你那個假的 我是假的 九五加滿 謝謝 對啊 對啊 九五加滿 他們是第一名畢業 對 混畢業的 不小心畢業 第一名畢業 不小心 好學生講這個話不太好吧 或者是一路做第一名 真的… 應該是說大家這樣互相幫忙 因為每次要考試前 就跟大家借筆記 然後最高紀錄借了17本筆記 攤開 全部這樣一掃而過以後 就趕快進去考 考完以後就忘了 因為那17個人都沒有 對啊 都在17名後 因為那時候不太有時間念書 已經出來工作了是嗎 對 那時候就在拍廣告 然後又在教鋼琴 聽說這個校園裡面 還有柯妮的名字是不是 對 為什麼 這學校 然後第一名畢業上面就有名字 我也不知道 比柯名字 比柯名字沒怎麼樣 校園現在有我的紀念銅像